另外,這次加以關收入共鋒的勤奮 各地團出在情 當舊海埔地北體藥造型鐵花撻含 管理中華官今天會報告現場採取 要求包裝十號開始收穫 九河會報由管理中華官曬隊 來跟當舊海埔採取 因為海埔北平的海底盤採取 當舊要求包裝十號就必須開始收穫 現在是你當時要開始來 我明天要來禮拜做 九河先放下去就對了 我先把南阿公先打掉 因為我們這次要先打掉 對,先打掉 再來整理這些基礎 打掉後這九河先放下去 這裡又用南阿公再放進去 但是這最大的問題要是 這個是事業題 經過了解因為台灣燃業的關係 當舊海底屬於事業性海題 但現在由嘉義管政府 付出行権管理 不過中華官共調 沒有著期間已經沒有國營事業 應該認定一模型海底 並有水利是行権管理 中華官共調 剛議關政府的財政並沒有領到行権 26公里的海底 地方政府是不是有这个财力 所以我在这里还是要非常非常的 严重的呼吁中央政府 不要把责任老是往地方政府推 不是我不愿意做 把管政府拿去堆 把县政府拿去卖掉 也是没有办法做 只有一公里多就要一亿多 嘉峪县海岸的二十几公里 我们怎么去做 不可能的 事业体也应该把它列为一般体法 那么由水利医师来做整体性的规划 也能够在整个我们过去的 所谓8年800亿的住水经费 能够全面性的处理 除了抗材贴花也因为欧边受孙监中 不少欧边都被吹开去 甚至被吹准花 组织官员海岸的三个孙益市 组织有中益 出估一下真的有上亿的损失 那这样子的损失也都不是县市 政府可以所做的 共同政府要正视这次农顺的问题 这就是要如何认定这些鹅龙 它的实际上一个损失 这应该是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 他们现在这些没法修行 他们这近年度 他们的收入要如何 第二就是 他们这些鹅龙要再恢复 差不多一平 他的身份都差不多十十万块钱 所以他要再恢复 这政府是不是可以帮他们 协助他们 让他们可以马上恢复 让我们这些鹅子在当社 这个产业链要快要恢复 当社鹅龙也欢迎 只要向台北来 想要把鹅龙帮到 保抵第三铁港里面 他感觉有损失 但保抵鹅龙都先打算一步 让他们没所在充气 希望日欧关乎提侦协调 声心口要红党九兄 蔡凤博德 感谢观看